一下 兩下 三下 雙手支撐杆子 肚子用力 腳往前踢 不停盪 但這還沒結束 換個姿勢 再來一次 手掌支撐身體往下 貼近地面 奇怪這裡並不是健身房啊 怎麼有人開始練起身來 不是乘客 而是司機 地點還是在公車上 沒人開車嗎 乘客嚇壞了 司機一次利用停等紅的時間鍛鍊 傳說中的時間管理大師 不過超狂的景象讓人看傻 就怕有突發狀況來不及應變 對此 客運業者表示 觀感不佳 已經勸導 沒其安全帶會吃上罰還 兩千塊 再把鏡頭轉到新北 看到阿姨掏出錢包 準備拿錢給騎士 民眾立刻制止 想不到對方一聽到 油門一催 往前落跑 原來這名借錢哥 過去就四處跟人要錢 還曾向同一位民眾借八次 引發熱議 雙倍炮透透繼續騙 每次開口都借五十到一百元不等 但這行為已經觸犯詐欺罪 最高處誤念以下有息徒刑 另外在台北市切成街 黃一男子怒氣沖沖上前 和後方的駕駛理論 雙方發生激烈增值 結果卻被對方撂倒在地 壓在地上狂毆 車上另一人看不下去 上前制止 結果對方不罷休 又從後車廂拿出球棒 坐視毆打 警方調查被害人認為 被對方逼車想不到被對方攻擊 現在已經驗賞提告 記者楊中盛 多語圈新北 台北報導 我是徐國豪 在中視新聞首次坐上主播台 體會到播報新聞 所需要的穩健台風 以及掌握突發 即時新聞的隨機應變 為觀眾播報最即時的新聞 就是展現專業的時刻 更多新聞請鎖定 中視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